我有把它照相 因为我担心各位 有些像这个SQL语法虽然没有几个字 也大概没有很复杂 可是却非常重要 以后如果说 你能够很顺畅的 把一个SQL语法 很快的想出来 然后并且把它打在 那个什么资料库的 因为将来每个资料库都有类似像这种东西 可以让你去执行SQL语法的地方 那如果说你想要撈资料 不经过程式的话 那其实就可以把刚刚的这个语法给打上去 相当好用 所以有的时候撈资料 假设你不要写程式 你可以用SQL语法 所以把SQL学好 其实我觉得也蛮重要的 但是不是说将你每个SQL语法都要很熟 最重要的部分都要把它 像那个什么Group By Older By 这些 其实都可以把它试着稍微熟练一下 那其实我最早怎么学SQL 因为SS跟MS SQL 它其实有个功能 就是它可以帮你怎么样 你可以用图形化界面把你要的栏位先拉下来 然后可以产生结果之后 它可以帮你再转换成SQL 也就有点像翻译的功能 就图形化结果翻译成SQL语法 像SS这种软体 只是说SS因为我们这边电脑没装 所以没办法秀以后 或者MS SQL也是一样 也有类似的功能 或者你们网路上找找看 看有没有那种 视觉化那它可以自动帮你转SQL的 如果有的话那你就不用背那么辛苦了 不过我是觉得有些重要的还是要稍微 该记的还是记一下 像里面比如说 这边因为字比较小 我把它贴到底下 像刚刚比较重要的像这个Fail 哪一栏后面一定用like 为什么用like呢 因为它如果栏位的形态是文字的话 那一定用like 后面的话有group by group by就是把它变成一个群组 因为有很多重复的东西 或者order by order by的话就是我要递增 递减的话 递减的话你就后面再控一格 加ASC 它就会是递减的 你们可以查一下 有些东西如果递增递减 SQL的语法交易一定也有 稍微看一下 忘记没关系 去查就可以了 像这东西不是说 要你一定要把它背熟 只是说最重要要把它run出来 那我们做完之后的话 我希望怎么样 把这个公式怎么样 复制到哪里呢 刚刚我们像我们刚刚是全部查对不对 所以我现在一run 它基本上就全部都run出来了 但我不是要这样 我是要把这个改成 当我输入哪一个蔬菜 什么解除白菜 胡瓜 花胡瓜 吃瓜等等 这些它可以帮我把哪一个价钱 由低到高帮我列出 所以第一步怎么办 你干脆直接把这个语法 拿我上面 如果你刚刚那个没打正确 最好自己可以产生 把这个复制一下 贴到这边来 然后再来什么 先run一下 如果run的话呢 会有哪边会出错 run会不会出错 看不出来吗 这边这个其实可以拿掉 s这个可以 因为呢我现在几个栏位 三个那下面几个栏位输出 五个所以一定错嘛 所以怎么办 把这两个拿掉嘛 这两个马上是市场平均价格嘛 所以这拿掉 然后瓜胡的话呢 这个也不用嘛 所以就三个嘛 那run的话呢 就是零一二而已啊 后面三四不会存在 因为它过来东西 就不会有五个栏位 而只会有三个栏位 所以特别重要 你要先确定 你里面其实只有三个栏位 你就不需要给那么多 那把它执行看一下 那这样就OK 我看一下 有没有 这样就三个栏位了 而且有低 胡瓜十五块 现在就十五块了 所以最低 一公斤 这好像是一公斤四五块 一公斤十五块 很便宜耶 哇 还有最贵的到九十五块 OK 所以 刚刚同学说那个 号称五星级的菜市场 所以进去的话就要 是属于贵妇去 开玩笑 那西湖的话是十五块 相对比较便宜一些些 OK 好 那 如果说我今天希望不要一直是浮光 有没有 第一步 所以刚刚第一个 把这边改一下 那第二个的话呢 把那个栏位的数量变更一下 应该看得懂 那再来第二个 如果我希望把它改成什么 让我有一个做出查询系统 所以你以后如果可以每个地方都有查询系统的话 那很方便的 然后老板要问你什么你就马上查出来 贴上去改一下就好了 贴上去改一下就好了 有没有 所以马上就有答案了 但你也不能让他知道你那么方便 OK 你可以先写好 ready在那里 需要的时候run一下 结果就出来了 对不对 而且不会很复杂 你就先把它塞到资料库 所以前提是要怎么样 懂得怎么样把外部资料塞到资料库 那现在很多都外部 ERP 汇出也是汇出一大堆的那个文字档 你就把它汇到资料库就好了 然后再来改的话呢 这个地方变成说呢 我需要一个变数 那所以在中间串一个变数 怎么串呢 一样嘛 双一号两个 移到中间 胡瓜拿掉 双一号两个 然后移到中间 加加两个 移到中间加个X的变数 这个X变数的话呢 我们随便取一个名称叫X好了 这个X的话呢 可以在上面一行 加一个X等于什么 等于Input 小瓜糊 里面的话 当然你可以给他一个叙述吧 请输入 查询 蔬菜名称 OK 好 这样子 那就是什么 一个Input 比如我输入胡瓜 然后呢 就把胡瓜放到这边来 OK 这样不就出现了 来把它实行给各位看一下 蔬菜名 那就 换个好了 换成青葱好不好 所以青葱 然后一样嘛 青葱这个资料 Input过来是文字 那文字过来的话呢 就不用转型 因为本身它们就是文字 文字跟文字串没有问题 除非说你Input 你前面还转型 你放过来 当然就错了 OK 不用转型 应该可以看懂意思吧 然后再来的话 Enter 它就帮我查出结果 并列在下面 有啦 有没有 这样不就很方便了 那其他的部分的话呢 当然 以此类推 比如说甚至你可以什么 针对 哪个市场 做全部蔬菜的查询列表 还有呢 你比如说 你也可以再根据什么 哪些青葱 它的平均单价 如果是什么 我希望查出来 可能是小于100块的 把100块以下的 帮我列出来 可不可以再加一个 那个会有的筛选条件就好了 那这样的话呢 就很方便可以针对 你要筛选出来的东西 马上可以得到结果 OK 应该可以懂了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我 不好 就这么多的 坏 。。。